北市府員工嗡嗡嗡 忙著辦公 但鐵飯碗好像越來越難捧 前員工透露 柯文哲上任後 業務反應速度只能快不能慢 很多北市府同仁都快要動北條 根據統計數字 光是今年植物異動的北市府公務員 已經突破1500人 比起去年多了足足有三成 北市府員工相繼求去 各局處仿佛爆發逃難潮 警察局300多人職務異動 名列榜首 緊追在後的還有衛生局157人 其中光從聯合醫院離職的 就占了六成 就算同樣出身醫界的柯文哲 也擋不了醫護跟北市府說再見 我該走的差不多走了 因為差不多九個月應該穩定下來 前九個月是比較高的 不過我想應該 坦白講有能力跑的也都跑光了 所以留下來應該也差不多適應了 員工來來去去 柯文哲自認沒關係 北市府人事處也強調 有內生外捕情形很正常 不過現在傳出 交工局有多名員工 天天加班工作量超大 打卡下班後都已經快要 凌晨12點 說在這個加班的時候 可能有在改一些案子 所以稍微要晚一點回家 但是不會說市場這種情形 交工處即撇清加班不是常態 不過北市府離職 人數節節高升卻是事實 柯文哲想改變台北 但卻不是每個員工都想跟著改變 記者張卡洋 張曼榮 台北報導